据了解在抗战时期 有一位河南的老伯救了一个日本兵 爷孙两代人养了他47年的时间 后来日本兵这样汇报他 据了解 这位河南的老伯叫做孙邦俊 他生活在河南一个很偏远的山村里 是一个很朴实很热情的老伯 大家都知道 自从日本签订投降书之后 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撤离我们国家 但有一些生了很严重的病 还有无法行走的日本人就被遗弃在了我国 而在这里面 孙邦俊救起了一个人 是因为他语言不通 孙邦俊也没有意识到他是日本的士兵 觉得他特别可怜就将他带回了家 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 这位日本兵终于学会了一些中文 这位老伯才明白 原来他是一名在校的学生 到最后被强行拉到战场上来 他从来都没有杀过人 到最后选择了当逃兵 被日本军队遗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位日本兵就跟着孙邦俊生活了47年的时间 这位老伯在临终之前 还不忘让自己的儿子好好照顾他 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乡 自己的亲人 到了后来 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慢慢缓和 日本人就开始来到我们国家 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日本兵 而这位日本兵也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但他从来都没有忘记 孙邦俊和他的后代 这位日本兵用战争时所获得的抚恤金 还有家人的补偿 共500万日元 全部都给了孙邦俊的后代 不过孙邦俊的后代 并没有接受这笔财产 将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当地政府 用来修建小学和公共设施 让更多的人得到方便